大家好,今天我们来读一个吕氏春秋预言,狗捉老鼠。 狗捉老鼠 有个善于选狗的人,他的邻居请他买一条捉老鼠的狗,一年后才买到。 邻居养了这条狗好几年,他却不捉老鼠,就告诉了选狗人。 选狗人说,这是一条好狗,他想捉的是麋鹿和野猪,不是老鼠。 你要让他捉老鼠,要把他的腿绑住。 邻居把狗的后腿绑住,狗才捉老鼠。 麋鹿 中国著名的一种鹿 这个预言来自吕氏春秋。 吕氏春秋是吕不韦主持编辑的。 一条能捉麋鹿和野猪的好狗,被绑住腿去捉老鼠。 这是中国很多人才的命运。 现在我们再来读一遍。 狗捉老鼠 有个善于选狗的人,他的邻居请他买一条捉老鼠的狗,一年后才买到。 邻居养了这条狗好几年,他却不捉老鼠,就告诉了选狗人。 选狗人说,这是一条好狗,他想捉的是麋鹿和野猪,不是老鼠。 你要让他捉老鼠,要把他的腿绑住。 邻居把狗的后腿绑住,狗才捉老鼠。